哈喽 亲爱的小伙伴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SE4赛季已经开启 想必各位小伙伴都在争先恐后的上分 然而上分的团队中辅助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职业 有了辅助的团队才是一个完整的团队 没有辅助的话 队伍上分真的很难 在上个赛季 鬼谷子 明世尹这些辅助表现非常出色 那么新赛季谁会是第一辅助呢 一起来了解一下 首先明世尹 上个赛季风鸣一时 附加攻击力和回血技能被玩家誉为第七件神装 射手和刺客有了他的辅助 那绝对是提升了N个档次 但是赛季末对小明的二连削让他沦为余南的存在 然后是鬼谷子 这个英雄依靠拉人和减双防 让对手秒变提款机 最重要的是 鬼谷子有两个隐身技能 可以来临的非常突然 让对手束手无策 鬼谷子是上个赛季的非半必选英雄 但是随着时间的催移 大家对鬼谷子非常熟悉了 他的作用就没那么大了 而新赛季 射手得到了集体加强 射程的增加 让射手重回巅峰 那么该如何克制射手呢 这手盾山就成为了最佳选择 盾山的一技能可以抵挡射手的子弹 让射手无法发挥高额的伤害 此时还免伤30% 这无疑是射手的天课英雄 新赛季第一辅助 非盾山莫属 对此各位小伙伴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留言讨论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